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感悟 戒是大医王 命是病人 何者是毒 不可误食 戒是明眼的人 为了盲人而设的护长 免惰这个谷崖 如是因如是果 佛家没有原罪的观念 若果你不怕人去杀你 无妨杀人 信用能使敌人低疼 生长于高癌的孤难 仍能散发出稀有的腹育香味 越难锻炼的铁 价值就越高 收获必先要去奸魂 成功需靠努力 付出才能获得 贡献才能受到尊重 修痕的人愈心愈好像木牛一样 时时不忘制心 失望 修痕要有耐性 禁于淡薄 落于寂寞 维山九孕 必从一季而来 发的修痕落实于观心 观心的始终缺 就是要什么呢? 念念自知 念念自觉 Hello 看着影片的朋友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这条影片的话 麻烦你们做齐CLS 留言 赞 分享 同时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可以搜寻超点FMTV 就可以看到我们其他最新的影片及资料 大家好 三元异学坊又跟大家见面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就希望订阅我们的 希望订阅啦 按一下小钟 因为我们现在订阅人数来说 不算很多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和我们分享一下 希望在年底的时候有多少突破 好了 今天来说是11月27号 星期三 今天就录影了早一点 因为这一排都比较忙一点的 自从多谢一位师兄 他就在网络上说 关于还阴债和送同志杀等等 令到很多善讯都信问我们 其实我们一向都在做的 我都说 譬如说同志命 六年前已经说过邓丽君就是同志命 很多人就拿出来说 也都联络了师兄 就问我们 原来你有做的 我说 我们都有做的 不过我们有很多科研的东西 就不是经常都跟大家去说的 我又很怕网友 有时说 哇 你用了十几十分钟 都在讲你们的活动 销售 那不算太好 其实这一方面的事情 我们都有做 不过就希望大家 问一问回师兄 他们 把资料发给大家 因为在农历新年之前 很多善讯都希望今年的欣债 先还出去 我都说 借得到 然后才好还 还得到才好借 那有时我们都会想 是否会在农历十二月 希望集齐一些比较多的信众 那一次过做 那可能就在法金方面来说 就调低一点点 因为有些阴宅比较重的善讯 可能会一年要还几次 那前那个月就因为有一个善讯 就是由另一个道官的一位道卿 就转界过来的 那么他跟他说 就要还四次一年 我计一计数 都三次半都要的了 不过我说 你还了今年就算了 不需要 因为尤其是来说 你经常都要别人还欣债 那好像 怎样花那么多钱去做这件事 那我觉得不是太好 那适当地去做 和随心和随意 其实还欣债 每一个人都要还的 那就是要多少的 或者是这样的 但是欣债呢 其实就不是钱来的 欣债来说 首先是一个业 和一个因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 你前世来说 或者累世的业 是在这个 刚刚来人世的时候来说 是向这个欣奸去借的 就是说 你借了的时候来说 就是 暂时有钱 那意思 但是这个不是真的钱来的 尤其是来说 我经常都会 和那些善讯会解释 那譬如是什么呢 还什么呢 父母的恩 父母对你的恩情 和他对你的付出 那引申来说 就是叫做债了 第二 感情 很多人来说 可能在前世的时候来说 对着异性的伴侣来说 做出了一些对他不住的事 那这些来说 亦都叫做什么呢 我们叫做感情债 那接着来说 就是子女债 那我们经常都说 子女眼前冤 那是吧 那有些人导臉来说 就是不生子女 那子女是来跟你拿债呢 那你说得不好听 就叫做拿债 第二件事来说 父母对子女的爱护来说 不可以用一种债去形容 是一种爱 一种爱心 和一种情 那这个来说 和夫妇之间 或者爱情是有少少不同 那另外就是众生债 和众生缘 那可能就是说 在前世的时候来说 对朋友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那今生来说 就是做个法事 那可以还了给他们 那是心安理得的 我最主要都说 很多人就认为 为何你算了出来 二十几万冠 那不就差很多 其实债来说 是一个代名词 我们只可以这样说 那其实很多人呢 都做了这个还阴债之后呢 做 感觉良好先 甚至乎呢 有些善信都说回给我们 哎呀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里面呢 我都可以找一份工来做 有口饭吃先 我们经常都说 人来说 知足 富足 心里面富足 这样 那还阴债来说 在我们来说 就叫做 就是其中一样法事 那有 当然 那 有些人呢 就会找我们的时间 都会问我们 就说 譬如好像 哎呀 我们一家人 我们都要还的 而且来说 计算一计算的 虽然你们都是比外面 好像收费比较便宜些 那我们都会尺量来说 都会减低 因为一家人做 那可以 因为在这个制品 其他方面 都可以有些东西 可以减散一些 都会有一个折头的 都挺好的 那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兴趣 想在农历新年之前 都还了音债 或者了了一段心事 的话来说 就联络师兄 那开班那里来说 都陆续有少少人加入 那都是开心的 那如果大家对 展眉头所有的兴趣 也都可以 那另外来说 那我们的中命书 就不好意思 因为呢 来近过年 因为很多事情做 所以最近呢 接了一些中命书 都说呢 可能要在两个月之内 才交到给大家 跟大家说 对不住 那如果大家呢 真的要写中命书 或者这个小命书 现在很多人呢 一见到中命书 反而更有兴趣 因为来说呢 我们给原价呢 是差不多打了五折给大家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 有一本名书的话呢 都可以和师兄联络 不过呢 可能要去了农历新年 之后才交到给大家了 那另外也都有一些 善讯呢 就询问啦 因为有些呢 就即将呢 有新生命单身啦 那因为改名 我一直都有的了 那还有加上呢 这家呢 就挺特别的 他们知道我们呢 原来经常都做还阴债呢 就说 那师傅 其实我BB 可不可以做一个套餐 我说什么套餐 他说 你可不可以和他改名啊 跟着然后呢 就和他看盘啊 跟着还阴债 那打个折给我 可以不可以 我可以有商量 有商量的这些 我们都可以做得到 希望呢 就方便大家啦 那好吧 那在这里 花了一点时间呢 和大家呢 就讲了我们的活动 那另外来讲 手链都继续在做的 那那个五行手链呢 拿大家的八字 和大家 提亮一条 很漂亮很漂亮的水晶链 6A级的啊 记住6A级 不会很高的级数而已 那 好了 今天来讲呢 就讲一些接近农历新年啦 那我就七船斩来的 以前和我拍档都讲了 什么七船斩呢 我们就是说要去到 差不多过了 聖诞节之后呢 中才会讲一些 相关的农历新年的题材啦 因为那个时间来讲呢 就大家才会有一种感觉 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说 哎呀 农历新年啦 那大家要穿上去面脸啦 那大家呢 要扮年货啦 又要直着这个 农历新年买新衣 就是给很多食口自己去消费的 那其实现在节日呢 都是消费节来的而已 那对于中国的传统来讲呢 可能呢 智日里面的故事啊 或者我们需要做的东西呢 可能呢 现在年轻一代呢 就不知道啦 甚至乎来讲呢 就是说 过年如过日 有些人会这样讲 那我觉得来讲呢 如果作为华校文化 那一流流传了几千年呢 有些东西呢 有些东西呢 我们要利用现在现代的科技呢 就是我们YouTube啊 那去保留回 那网上都很多师傅呢 他们都很努力的 我就很懒的 那他们已经呢 很多呢 都... 有些都讲了个 直连挂 那我在我们自己这个频道来讲呢 用少少时间呢 我们可以... 就是说明年的直连挂 那究竟在挂象里面来讲呢 在整体的世运里面呢 究竟会出现一些 或者如是有些什么事件的发生 那这种呢 都是属于一种异象 那因为起挂都是异象 它不是一个物象 那物象的意思来讲呢 就是说 有些事象呢 就是一定会发生的 那因为 预测的东西 不一定会中 但是呢 命理都是一种命理统计 那它是归纳法来的 归纳了之后呢 就是说 原来这枝挂呢 在那个年份一出现的时候呢 某些事件 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 那然后呢 我们就会作出一种认辩 原来在譬如好像 是不是191112几年的时候 在宋朝 不要讲到那么远先呢 那说回上一个直连挂呢 就应该来讲就是 就是美国的金乃迪总统 是被遇刺的嘛 就是依稀记得这些 那所以来讲呢 就是说 在明年的时间 又世界上 会不会有一些国家的领袖呢 遇刺身亡呢 那这样 那因为在一个挂象出现的时候呢 就是说 出现的一些意外的事件呢 都是相类同的 那甚至乎来讲 或者有名的人 那就是好像 正如我今年呢 就讲这个四化啦 教练泡舞羊 那我就曾经讲过就是说 太阳化技呢 就会有很多世界上的领袖 或者公众人物呢 会受压啦 会受伤啦 那甚至乎 前一段时间都说了 即是太阳就代表了什么 心脏啦 血管啦 甚至头部 那我已经在年初的时候 讲了 原来跟着之后呢 Donald Trump 就被川普 就被人家开枪 那样 就整转了耳朵 那耳朵都是头部啊 那样 就是如果你说 用这个 玄学的解说来讲呢 都是可以叫做 这个预测是成立的 就是这样讲 就是 今年年初已经讲了的了 那不再聚述 好了 今天来讲呢 就跟大家呢 就用少少时间啦 那样做了些 少少 辞录去去 和看过 其实集火夹这个夹挂来讲呢 就是明年的直连挂 那就好像 大部分人呢 都会觉得 好像不算很好 因为 看回这个世运去推论呢 就是在2024年呢 有些人形容来讲呢 2024年已经是最好的一年了 那其实大家就不要太过悲观啦 就是这样去看 那个直连挂来讲呢 他都是在一个挂象里面呢 预视有些什么会发生 其实每一年都会有些好事 有些不好的事 但是因为经历过这个疫情之后来讲呢 整个世界呢都要恢复元气 就是等于一个人 他大感冒之后 那样 吃了很多抗生素啦 吃了很多咳药水啦 那跟着呢 可能要喝个沙溪涼茶啦 加姜啊 还要啊 那去清一清那个感冒的味 那2024年来讲呢 就是说 全世界呢 是复原之后来讲呢 现在是休阳 那休阳也要生息啦 那 那杂火 杂火在九运里面来讲呢 就是九运的第二年来讲呢 他也都是因为里面的挂来讲有火 有蛤嘛 杂嘛 是吧 那有杂火来讲 我们见到来讲 杂是什么呀 杂来讲本身是叫对挂嘛 那再加火啦 那对挂代表什么 对挂来讲是代表是非的嘛 代表争拗啊 动操动枪啊等等 火来讲呢 不是用了它啊 是令到这一件事呢 是会更加之来讲呢 火上加油这样 就是说 那战火呢 会更加激烈 争拗啊 对抗啊 訴訟啊 甚至一些不合理的訴訟 会陆续有来 我们见到的 就是会这样 所以来讲呢 杂火格呢 如果用个格挂来讲呢 很简单 就是说它叫做改格啦 那我们呢 以前好像我听过 好像奥巴马一句说话 就change 就拿了个美国总统的位 那甲来讲 那甲来讲 Ninnovation都可以 不知道能不能够 即是叫做革命 或者叫做改变那样东西 好了 其实在改变之前来讲呢 很多时候呢 都不是算好 那时候才求变嘛 但求改未必的啊 求改可能处于一个好的状态 希望有些事未调啊 都是叫做革 好了 这个革挂呢 直连挂呢 其实呢 有个表的 大家上网都看得到 非常之好啊 很多元学家 或者做了些功夫呢 将每一年的直连挂呢 有个表 我们以前来讲呢 有个手抄本 那就可以呢 每一年呢 所发生的大事 今天呢 是讲一讲 那个异象 那个异象 就是说 它是有什么意思啊 和这个挂 可能会出现些什么 那样 那或者下星期的时候呢 再花点时间呢 我们去review回 呢 集火夹 这个挂 当它出现的时候 会出现了些什么事件 会不会同类的事件 都会发生 那当然是讲一些大事啦 好的又讲 不好就讲 不过要花点个功夫啊 那啊 因为在排队来讲呢 农历新年的题材非常之多的 那好了 其实来讲呢 就这个 我们叫做 就是集火夹夹夹夹的挂来讲 就是来自周易 就是来自这个易经 那样 那这个也是从这个 直连挂呢 其实就由这个 邵康折的王極经世 就是大家都知道啦 那 邵庸来讲呢 就是一个大家 也都可以这么说 什么大家 一个玄学的大家 或者叫做易学大家 都可以 那在 北宋的邵康折来讲呢 他的 他的著作王的经世里面呢 就 将这个 每一个挂来讲呢 就放在一个年份里面 直连挂 所以叫做 什么叫直连呢 就是on duty了 就是说 由这一支挂来讲呢 叫做 就负责 那这支挂呢 就显示了呢 当年呢 有些什么会发生 那 现在来近的十几二十秒呢 是比较闷一点的 就是说一个 甲挂的本身的挂词是什么 那挂词来讲呢 或者会解释一点点 他说甲呢 就叫做 几日乃夫 圆亨利征 晦亡啊 孙若就是甲 来讲就是水火相息 儿女同居 其志不相得 若甲 几日乃夫 甲而信之 文明已说 大亨已正 甲而当 其晦乃亡 天地甲 而四时省 汤武甲命 信服天 而应夫人 甲之时 大烟灾 障若 宅中有火 甲 君子以智 力明时 以往呢 就不是用这个力字的 甲挂来讲呢 这个甲挂的挂的组成来讲呢 就是下离就上对 就是说 对挂和离挂的组成呢 那离为火啦 刚刚九云也都火 那么变了 那个火呢 就叫做 比较盛点 那火呢 就比较盛点 更加盛 那 那扎来讲 就是水来的嘛 那它本身的挂来讲 就是属金的 那扎本身来讲呢 就是叫做 扎 就是叫做沼扎 那火和水来讲呢 沼扎来讲呢 亦都可以叫水火不用 可以这样讲 那有支挂大家呢 就叫做什么呢 叫做水火记制嘛 是不是 那现在来讲呢 我们见到来讲 就是叫做上扎 就是下离 那有一个水火不相容的 一个互相争斗的一个 一个意象出来 同时间来讲 在争斗之中 或者争斗过后呢 会出现有改变 其实大家都很容易去理解的 当两帮人 两个组织 或者两个议会 是吧 他们对某一些事件 去讨论的时间 会互相争讹 争斗面红 以热之后来讲呢 终于得到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来讲呢 就是这种变了 所以呢 扎火格来讲呢 就是说 当年来讲 有很多人啦 事啦 物啦 天象啦 天气等等 都会有变的情况出现 就是我们叫做change 好了 这个变来讲究竟好与不好 其实来讲 每一年都有些好的东西 和不好的东西都会在改变中 不过 进入了离火之后来讲呢 因为 这个甲卦有这个火里面 有离火在里面 就似乎来讲呢 很多东西的改变呢 是过火了 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即是多了啦 即是等于我们 紫微斗数来讲 喂 一个鹿就最好了 够了啦 多了一个鹿呢 要吐出来 即是说 你其实来讲呢 以人生来讲 承受的财富 可能承受不了那么多的 往往呢 都要拿回些出来的 那所以有些富豪呢 为什么会 拿些钱去做善事呢 其实就是这样的原因 告诉大家 好了 跟着来讲呢 我们见到这个 炸火甲的挂来讲呢 即是有change的意味啦 有变化啦 改革啦 改变啦 那么这个变化来讲 首先呢 我觉得呢 天气的变化可能更加大 那么这个变化来讲呢 也都可能呢 就符合了一个挂象 如果我们从科学角度来看呢 就是说 现在来讲呢 那个天气呢 是已经叫做反常了 那么如果那个甲卦 在2025年的出现来讲呢 意味着来讲呢 世界上面的天气呢 出现改变 变化 甚至是反常的情况呢 可能会更加剧烈 大家不知有没有发觉到呢 香港呢 在这两天才去到15度 预计15度 怎知道呢 天文台其实都非常准的啦 不过呢 就差了两度 今早都会有17度 有些地区是14度啦 那么当然 所以来讲呢 在这个挂里面来讲呢 这个改变的意象呢 就首先不变 甚至乎 刚才我所说的 因为是九云 会有一个过火的情况 就是说 超乎了大家的想象 什么叫超乎大家的想象呢 举个例来讲 可能呢 每一年呢 某些地方都会下雪的 不过呢 下的雪呢 可能是很多啦 这几天来讲 就上个星陆路呢 英国就是啦 英国的雪呢 大家都可能呢 有留意呢 有很多亲戚朋友 在英国啦 都会知道呢 就是说 今年英国这一场大雪 是很早下啊 下到呢 有些地区来讲呢 即是有些亲友呢 都将那些照片发回来呢 哇 竟然去到那个屋顶 有个地方叫做Gorrishtar 和有个Bistot的地方呢 那个雪厚到啊 我不记得了是否Bistot 他给我们 应该是Gorrishtar 那个雪厚到在他的屋顶呢 差不多是接近一尺 其他小朋友 踩了下去 踩了在雪地里 整个雪厨都被蓋了 今年来讲 英国第一场雪都很大 可以这么说 就来会接近2025年呢 我们经常去做批楼械的时候呢 在农历11月尾、12月之间,似乎来说,很多东西已经开始应验了 当然,这件事来说,会不会在一些地方的天气,由这个时间开始,就应了一个挂象 延续到农历新年也好,可能大风大雪,甚至会出现很多异常的情况 这里还讲天气,在这个格挂里来说,世间的万物来说,会有很多的变化 这种变化来说,刚才我讲天气,天气是很自然的 它的变化来说,近年来说,都好像有些人为,似乎来说臭氧尘,甚至乎来说 因为人为来说,我们很多工厂,很多废气,令到天气的变化很大,不是好东西来说 其实是讲求什么呢?古代我们叫做信天应人,或者叫信乎天而应乎人 我们叫做天道法则,我们就是这样讲 因为我们道家就讲什么呢?道法自然,大家经常都会见到这四个字 道法自然,和这个顺应天意,都是可以这样讲的 就是说,人随着这个自然的变化去适应的意思 所以在道德经里面,有一句叫做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和这个 跟着就是道法自然,可能很多道家弟子都会念过的了,这四个字 这个集火格的变化来说,它有些条件的 就是说,如果,跟着我们讲完天气,跟着我们讲一个政治的改革 如果在政治的改革里面来说,是不是2025年有一个适当的时机去改革了? 那譬如来说,好像英国那样,好像刚刚,是不是? 就是很多人就要联储,过百万人,就无端端就说要去大选 你知道英国的政制很有趣的,那他们来说,好像他们的首相可以解散国会 跟着然后就大选都可以的,那就是说,这个来说 是不是一个很适当的时机呢?也都可以反映了来说 就是说,在明年来说,就是说,因为甲价这个挂象呢 是令到世界的政治方面来说,会有一些很深层的一些变化 甚至乎来说,就是出乎意虑的变化,或者有一些超乎想象 甚至一些过了火的激烈的政治行为呢,造成一些改变 那样,不会说一些是和平进展来的,我告诉大家 改革一定不会,因为大家要记住一件事呢,革命是流血的嘛 革命来说呢,就一定会有什么呢?会有损伤的嘛,而之后才会改 那格挂来说呢,含有火,含有火就是激烈的嘛,和对抗 那所以来说,在世界的局势,和政治方面来说呢 相信呢,是比2024年呢,会更加动荡,我认为 或者来说呢,那个,在地缘的政治,和战争方面呢 是采取一些更加激烈的一些手段,和一些行动那样 那,例如来说呢,就好像俄乌的战争那样 那,虽然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小说的八字的里面来说呢 就是说,可能会小说的时间会和平 那,暂时都好像和平一些喔,但是呢 就好像俄罗斯呢,都是发射了这个导弹,示威 因为,因为我没有带核弹头喔 就是说,他们知道,那个核弹头就中了喔 那,所以来说呢,这些呢,都可以说,在这个,呃,政治方面来说呢 夹挂呢,都开始呢,慢慢显现了那个挂象出来 好了,跟着来说呢,我们又会讲了,改革嘛 那,我们举个例来说呢,可能呢,很多地方啊,很多国家啊 或者很多机构呢,在这个,2025年的时候呢 会采取一些叫做什么呢,新的政策啦 或者新的政策啦,推行一些,不同的管理的架构啦 甚至乎来说呢,就是说呢,对一些,呃,就是其实改革很多的嘛 改革来说呢,消灭了某一样东西都是叫做改革的 可以这样讲啦,那另外来说呢,就是说呢 在这个改革的情况呢,在推行的期间呢 要怎样才好些呢,是要沟通 其实来说,水火不相容来说呢,这个沟通是比较难的 我们经常都说水沟油,就是等于水火不相容的意思而已 就是说,在沟通啊,在雪解方面啊 甚至乎来说呢,就是在变革的过程之中呢 就这个措施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来说呢,就是说呢 可能呢,将个事件呢,会令到呢,就更加worse 的意思 就是叫做,越整越糟,我们叫做 那全世界来说,这间人来说呢 在最关心来说,都可能是加沙地带啦 即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啊 甚至牵涉到这个黎巴嫩 那另外就是俄乌战争啦 都打了整整都两年多啦 那是不是时候来说呢,都应该要结束啦 因为大家都看到啦,就开始感觉到来说呢 是一种疲惫的感觉 对于这个战争也都有一种厌固的感觉 因为都是一种新灵的涂炭 那希望来说呢,就是相关的世界的国家的领袖来说呢 都可以找出一个比较好些的方法呢 将这个地缘的战争呢,可以就和平去解决这个事件 不过我看下在这个2025年呢 要解决这些地缘的争拗啊,战争呢 我想都很难啦,如果看过挂杖 好了,如果来说呢,关于到一个地方 或者一个我们叫做,或者机构呢 去改革来说呢,就应该会比较好些 不过来说呢,都应该要采取一个呢 是教为信服民意,因为信天应人 什么叫信天应人呢?信服天而应付人嘛 意思就是说,按照人的意愿啦 和他们的奇愿来说呢,才去改革 否则来说呢,一定会遭到一些水火不相容的情况之下 好了,跟着来说呢,我们刚才呢 就读了这个算啦,和像药啦 那样啊,习火法的挂持就是这样的 他说,这个,这个来说呢 就,哦,几日乃夫和元亨利征 悔亡啊,都曾经都讲过啦 最重要来说呢,就是说 信服天,就应付人,夹之大作义这样 那这个,在这个,2025年来说呢 我们经常会讲过,这个革命来说呢 通常和变革呢,通常都伴随着一个社会的 一个地方啊,我们应该说呢 一个地方呢,和社会上面一些动荡 为什麽呢,这个甲字来说呢 亦都是主要兵甲之王 那所以每一个国家,或者一些 譬如说经济条件不是那麽好 或者经济下滑的一些国家啦 可能会有很多叫做社会之乱啦,民变啦 甚至有一些叫做社会的对抗性啦 都会相当之大,大家会留意 那尤其是来说呢,因为最近一次来说呢 这个习火夹的夹挂呢,是出现了1963年啦 刚才我都讲过啦,就是因为甲乃迪呢 就被遇刺的,那也都来说呢 美国出现了这个平权的运动啦 那再下来来说呢,就是讲经济的问题啦 那夹挂来说呢,就是说,如果在市场和经济里面呢 也都会出现一些动荡,我经常都讲啦 如果你不是出现了一种动荡啊 甚至乎来说呢,或者叫做Frustration 就是叫做升跌升跌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说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呢 就一定要用一些措施去改革 所以在金融和房地产方面来说呢 可能在这个2025年呢,应了之挂呢 首先才会呢,可能爆发了一个金融危机啦 爆发了这个房地产会更加下滑的情况出现 然后才会慢慢慢慢呢,再逐渐去改革 就是可以真的这样讲啦 那另外来说呢,就是经济方面来说呢 似乎来说呢,世界上面的经济 如果认了之挂呢,都不算叫做好啊 就是如果大家来说呢,都是维持着这个 2024年这个情况大到下去 而不追求一种改变的时候来说呢 就似乎来说呢,就不太行啦 就是说全世界都 甚至乎来说,地缘政治的环境之下 因为政治会影响到这个经济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来说呢 全球化,和这个 在这个,各与各之间 那种角力呢,会更加越演越烈 尤其是来说呢,全世界两大国家呢 中国和美国呢,甚至乎可能会出现脱欧的情况 因为脱欧的情况来说呢 就是说大家,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啦 甚至来说,在这个,经济的各个领域方面来说呢 会增持不下 那么,在2025年这个甲卦来说呢 就这样用这个卦象来看呢 就似乎呢,未许乐观 即是在世界上来说呢 在各方面,当初刚才都大致上讲了 那么,如果在甲卦之后来说呢 2026年来说呢,反而是出现了天火同仁 天火同仁卦呢,好像就好一点点了 那么,因为呢,大家都知道 天火同仁呢,就代表了呢 一群人齐心合力去发展一个事业 而达到他们的目的的 那么相对来说呢,就是说呢 是和谐,和用一种比较和平的手段去合作呢 比起这个甲卦呢,是来得更加平和和平顺的 那么,我们希望来说呢 就是说呢,2025年来说呢 就不要太多一些争论和对抗性 那么,否则来说呢 人为的灾祸呢 可能比这个天灾更加可怕的 好了,今天我们就用了少少时间呢 就去解读一下这个 2025年,即是在这个月智年的直年卦呢 那么,今天来说呢,只不过是讲一些意象的 那么,有时间的话呢 有时间的话呢,在下星期呢 我们会为大家呢 可能都会搜寻一些资料呢 就是说,在这个甲卦的时间呢 会出现一些什么的视像呢 那么,刚才我都举了个例子呢 因为来说,1963年的时候 一出现炸火格的时候来说呢 甲乃迪是遇刺的嘛 好了,在这个明年的时间来说 会不会有相应呢 就是类似这些事件会发生呢 那我或者有时间的话呢 在下回再和大家去分解 好,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Hello 大家好 看影片的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做齐CRS comment,like和share 还有,如果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呢 记得尽快订阅我们的频道 焦点FMTV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最新资讯 是在等着你的 同时,如果你想看更加免费的内容的话呢 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 www.fmtoday.net 里面有更多不同的类型资讯 还有一些免费的网货 是在等着你们的